好 那那个Joanne呢 Joanne也有进行的习惯吗 有空会 然后会在 就是睡前听一下那个 波聊的声音 然后 比较不会飘走 用音乐来 把自己拉回来 拉回来 好 对很容易 看来大家都会有自己的 方式 那 在进行之前 我也想跟大家再说一下 你可以找一个比较舒服的环节 就是可以让你自己 比较容易放松的环节 因为在进行冥想的情况 会需要先让你的身体先放松 身体放松了之后 你的心 可能放松 你的脑筋 比较有办法慢下来 通常会影响 精心品质的 通常是脑筋啦 就是你思想的活跃 可能会比较高 那 我们很容易被脑筋的思绪带走 就会让进行比较难进入 完全放松 而且没有完全放下 也完全放松的情况 那有家练习瑜伽的朋友啊 应该都会了解 就是我们前面会有呼吸的练习 先把身体带进来 先把身体放松下来 你的觉知能力才会比较提高 然后练习完瑜伽之后的大休息 也是一个精心理想的钥匙 大休息 其实他的范文叫 Shavassana Shavassana其实要我们做一具尸体 他叫贪食神 所以他其实是 要你做一具尸体的意思 什么是尸体 就是你连躯体你都放下了 你连思绪也都放下 你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因为不是真正的尸体 所以我们还会有呼吸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怎么样练习变成一具尸体 你的身躯 你的脑筋的思绪 它是一个放下的练习 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久 我们都知道放下最难 放下是一个最难的练习 那我想在这边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怎么样 可以让身体比较容易 也比较快进入放松 然后我们才能慢慢放下 一些思想的东西 放下思想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试试看 想像你在路边看车子 车子开过去的时候 你不会跟着它跑 你只是看着它开过去 就这样 你还是在那里 你还是在那里的一个存在 所以你对于思绪 也是尽量这样处理 就是你的思绪过去了 当你的思绪在你静一静坐着的时候 它跑到你的脑筋 它飘过去 你尽量让它只是过去 它不 你不跟着它跑 不要回答它 不要回应它 所以这是你对 思绪最 我觉得思绪是最难放下的 我们的身体 很容易静静坐着 那思绪比较难 对 那所以你对思绪的处理 试试看 就是待会在练习的时候 你试试看能不能 就是让它 关照它过去就好 不要跟着它走 好 然后我们回到前面 这个思绪是你待会静静坐着的时候 会发生的事情 那前面我们是怎么样可以 用比较快一点的方式 让身体可以静下来 我们试试看 待尽呼吸的练习 所以当你的呼吸比较浅 然后比较急促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会比较难静下来 所以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先观察你自己的呼吸 就是你的吸气吐气的路径 还有它的品质 那原则上 一般人在吸气吐气的时候 通常直到胸 所以它很快就结束了 吸气很快就结束了 吐气也很快就结束了 那试试看 把你的肚子一起带进来 其实你的身体有很多空间 你的胸到你的下腹 那我们通常呼吸会比较浅 因为你可能不太知道 我到底要怎么样 让呼吸吓到我的肚子 所以你试试看 待会我们在吸气的时候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一起试试看 你可以一手胸一手肚子 对 然后你试试看 在吸气的时候 想象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杯子 所以吸气的时候 你的吸进来的空气是水 它会从你的肚子开始往上冲来 所以你吸气的时候 让肚子放松 让它外推 然后引导你的呼吸慢慢往上 你的胸口会打开 所以你的手会感觉到 你的胸口会有点起伏 肚子的事 那吐气的时候也是 从上往下 到你的肚子完全收紧 对好 我们再重复一次 吸气的时候 肚子会稍微推手 你的肚子会打开 胸口会往上 稍微往上提起 吐气的时候 有上往下 慢慢放 对 好 那这个呼吸呢 它的瑜伽呼吸里面 叫做Ujjayi 那但是坊间 其实也有这样的呼吸练习 叫做腹式呼吸 所以是带进你这一段 让它多了一点吸气的空间 好 我们加深吸气跟放慢吐气 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呼吸 变得更深长 变得更慢 你只有在呼吸 这么深长跟这么缓慢的时候 你的身体才会静下来 有一点像冬眠的模式 但你冬眠的时候 动物冬眠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呼吸也是很深长缓慢的 所以它的身体运作会降到最低 也就是你的脑筋会跟着同步降到最低 那个时候比较容易reach到 脑波的脑筋思想的活跃程度变得越来越满 甚至没有 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到meditation的部分 所以你得先从进 开始慢慢进到meditation的部分 那透过练习 这个时间可能会缩短 那但是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日常发生 所以有可能它会常常短暂 就看你每天的情况 所以我们也不要追求完美 就是你就是接受你当天的情况 当天会这样 每一天练习都会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练习品实会很好 有时候可能会让人举荡 但没有关系 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情况 好所以灌呼吸 把呼吸放慢这件事情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大家都OK吗 OK 给我的手势如果没问题 OKOK 老师那请问一下 因为如果平常在练瑜伽 或者是在跳灵性舞蹈 的时候老师会也在说呼吸 他会说那呼跟土的比例是1比2 或是什么之类 那老师有经营就是 1比1或是随性的 其实啊 我个人觉得 其实呼吸 他有很多玩法 如果你之后想对呼吸有兴趣 我们可以在另外 我们可以在之后的冥想 做一个呼吸练习 因为他是吸气 基本上呼吸是吸气跟土气组成的 但其实中间还有加上break 就是hold 也就是我们所谓中文的止息 所以吸气 止息跟吐气 这三个东西组成的 那这三个东西可以有非常多的变化 比方说 吸气的时候你加上止息进来 吐气也加上止息进来 或者是吸气吐气同等时间 或不同等时间 或者是 就是他有很多种变化 那他其实 我觉得这些变化 真的就是让你的 只是训练你的专注力 让你的专注可以好好放在呼吸上 跟专注观察你身体对呼吸的变化 那透过这个专注 我们比较有办法把身体的觉知打开 所以刚刚主任提到就是 如果你在做一些瑜伽的体会法练习 或者是灵性舞蹈的时候 你可以再加进呼吸去 去增加你对身体在体式内 或者是舞蹈动作内的观察 那他其实也是一种mindful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做任何一件事 不管你是在练习瑜伽脾气 还是一线舞蹈 你可以把这个带到你的生活 你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 你有办法把专注完全放在当下 发生的事情 不管是当下的自己 还是当下的事情 例如你在捧着 你在舞蹈 你在阅读 而不分心 这是我们想要 我们所有啦 所有你在做灵性练习舞蹈啊 或者是冥想最希望到达的目的 所以之后你就不需要一定要 我一定要专心做 然后我才可以 可以把这个专注拉到 很pure很充分的部分 那主任这样也回答到你的问题 有 不会不会 所以啊 就是待会我们在护士练习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跟主任一样 你可以试试看 吸气吐气放不同的时间 比如说两倍长或是两倍短 或者是你可以先专注你自然的 吸根吐去观察 它可以多伸长 多缓慢 那 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在你吸气的时候 你可以先分三秒 吐气三秒 你先试着放同等时间 是一个比较入门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先试着 那我下一轮是不是可以 一秒 然后四秒吐气 然后当你可以抓到一个 比较稳定的 比较稳定的节奏之后 你可以试着停留在那个节奏 手就可以轻轻放下了 然后试着跟着那个稳定的节奏 然后观察你身体 跟呼吸之间的对应 试着去降低我们的脑波 脑筋跳思想出来的那个频率 当然这中间很容易一定很容易分析 所以尽量我们试着 在这15分钟的呼吸进行里面 试试看 当你把专注再放回 跟呼吸有关的事情上的时候 脑波的脑跳思想出来的频率 是不是有减少 或者是甚至到没有 你甚至可能只专注在呼吸 然后我们试试就是试着 静静做一下那个练习 然后我们花15分钟 专注自己的呼吸 然后专注自己的身体 然后你可以 过程中你可以先感觉自己的措姿 我们是不是如果觉得 大腿跟膝盖不太舒服 那我们屁股可以稍微坐高一点 你可以垫毯子 垫瑜伽砖 或者是把瑜伽垫捐起来 坐在瑜伽垫上 让你的大腿跟膝盖 可以往下降 然后让你的脊椎可以比较直 你的呼吸比较容易 直接通到肚子 它比较不会因为你的脊椎曲曲 我感觉它被塞塞的 好那大家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我会帮大家留意时间 那待会时间到的时候 我再提醒大家回来 所以 你可以先静静坐着 先把身体完全放松 然后我们试着呢 往内看 闭着眼睛往内看 自己的呼吸 然后我把时间留给你自己 试着用我们刚刚提到的方式 跟自己在一起 那我先把声音关掉 所以大家就是先静静坐着 观察自己 你可以观察 感谢观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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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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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很棒 其实你们知道 在我们精进做的 这个做着的精心冥想练习 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练瑜伽体式的原因 所以其实 当你有办法 做着精心冥想的时间越长 当然你就越 比较可以把自己留在 最平静稳定的那个时刻 或者是比较容易 因为时间越长 就更容易可以 reach到那个时刻 或者是reach到那个时刻之后 我们可以停留在那个时刻里面 所以其实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需要练习瑜伽体式 因为它可以帮你把身体打开 你比较有办法好好 真正稳定的 坐在一个位置上 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大家很厉害 交一丁麻的人举手 遇到还好吗 可以 好 那我们先把声音打开 然后我们考虑一下 现在刚刚 精心的那个 感觉 有没有人想要先分享的 在 有试着用看看 我刚刚说的 互试互试的方式 把地理先带 先进下来吗 有 有哦 Jane你觉得呢 有 就是先数一下牌子 这样一样 就是土跟稀一样长 然后肚子再稀薄一点 对 但是当进到一个 auto run的时候 就是那呼吸这样的时候 又会脑子 又会不小心 听到窗外阿肥 再吆喝声 又会拉脑 然后再回来 对 对 对 那 呃 有没有感觉 就是当你在 把肚子的空间 加加练习的时候 其实你的呼吸 会变得比较深长一点 有 可以再更慢下来 对 可以再更慢 那 呃 Saisi呢 我觉得今天状况蛮好的 就是 知道 因为我 你想 我静心的时候 我都会把意识集中在这边 对 我觉得我今天好像要 就是有进入到这一个空间 就是有 整个身体进入到这一个空间的感觉 我就是 我不知道 一个很舒服 就觉得 哦 好像就是我 很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里 舒服地待在那边 没错 很棒 依拉呢 我有很多感受 就是 我一开始 其实觉得胸口紧紧 然后 我就慢慢的呼吸 然后 慢慢的放松 之后 就有蛮开心的感觉 然后 就解开了 对 然后 我就是 感觉 看到一片白白的东西 然后 然后蛮开心 但又随着呼吸 然后又开始有一些比较批评啊 负面的声音 然后就又开始是黑了一片这样子 然后就又慢慢的呼吸 把那个感觉慢慢的慢下来 之后又开始是一片白白的 然后很平静的感觉 然后一直到结束 这样子 我好想抱抱你 但是我很替你开心 我觉得你可以经历到这一些 嗯 嗯 好 双米你还好吗 我还好 我这几天 静心呼吸都比较急促 虽然现在讲呼吸急促 好像有点尴尬 但是我这几天静心 呼吸都比较急促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因为我 静心 我是停留在 大概心轮跟腹的这个空间嘛 基本上 有进去 然后我今天 我今天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之前 没看到 就看到一口井 是恐怖片 自从没有看到 但这几天 不知道 这几天呼吸比较急促 常常会 进到一半之后 觉得 喘不过来 然后呼吸就有 那有试试看 刚刚那个方法呢 就是 就是完全没有 没有办法呼吸的感觉 空气吸太慢 身体可能比较紧绷 或是比较疲劳也有可能 对 对 嗯 好 我觉得 就是今天 今天我的 我的 我的 跟大家一起练习的感受 也是 也是 跟上次一样 也是感觉很感动 然后 我觉得那个能量的串流 有一种 力量 就是我可以感觉到 今天大家都 比较平静一点 可能双鸣这边 会比较紧绷 对 但是 整体而言的感受 其实是很 很喜悦的 是一个比较轻盈的状态 我自己 所以我还蛮 蛮 蛮高兴 跟大家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些 一些小觉察 那 我希望大家就是 我们下一次进行练习 是星期二 下一个周二 在线上的Live 然后 但是比较早 是六点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 就是有没有办法 早点起床 跟上 因为其实清晨六点 跟稍晚的时间 甚至到 每一个时间 你在进行一个过程 都会有点点不一样 我觉得刚好 这个不同的时段 可以给大家一点点 不同的感受 然后 坐着 你自己练习的时候 如果你感觉 坐着比较难 好好坐着 比较容易 比如说身体不舒服 因为身体不舒服 其实也会很想放松 那 你也可以找一个 你舒服的姿势或位置 比如说躺着 如果你自己练习的时候 比如说躺着也可以 或者是 抽一点点时间 多运动 把身体打开一点 让身体稍微开展一点 我很想跟大家 就是欢迎大家 就是做瑜伽 但是我知道有些 有些人没有那么 E2瑜伽的 但是事实上 瑜伽有一些提示 是真的可以帮你 把身体稍微比较打开 然后比较有办法帮你 就是好好坐在一个位置上 稳定 然后不会不舒服 那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就是一起来练一下这样 那要不然的话 你也可以用你的方式 试着让身体稍微再打开跟放松 还有啊就是我们在进行练习的过程中 多多少少都一定会 比如说被影响 或者是被思想就是中断 突然想到什么东西 让你比较容易被带走 或者是身体比较容易越来越紧张 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之前有一个同学跟我说 虽然我在试试看 老师讲的呼吸呼吸 让呼吸可以加深更放慢 可是他又为了想要让肚子 比如说肚子越放松 他要推越大 然后就变得越更紧张 然后整个身体又硬起来 因为你想要 太想要做好一件事情 然后所以就变成身体又跟着紧攻 所以我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之后在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试试看啊 不要推到最满 就是我们有时候 想要把呼吸再装多一点 那试着让那个直线 回来一点点 让你自己是舒服的位置就可以了 就是让你自己 可以舒服的待在那边 持续这个呼吸的动作跟练习 尽量不让自己把它推到最 就是我要再更多这样 但是你在舒服练习完之后 你就觉得 我好像还有空间 可以在继续的时候 你就可以慢慢再变 再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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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去温柔的对待自己 对 好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呼吸的提醒 就是当你在做呼吸加深跟缓慢练习的时候 试着察觉自己身体有紧绷的地方 再试着放掉它 然后我们不用急 一切都可以从头再开始的 所以 就是到现在 我觉得好像又紧张了 好 我们从头再开始 你要花点时间温柔的跟自己在一起的 好吗 各位女生们 好哦 那关于今天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想问 或是想聊 想分享都可以 大家都好 九燕还好吗 九燕可以吗 没有其他问题 然后大家都可以吗 可以 然后我会把这个影片就是存起来 然后 那时候我会贴一个 我会上传到YouTube 然后我会贴一个连结给大家 所以大家在其他的时间 如果想要回来 再重新练习 可以再重新看影片的 那个重新replay的影片 然后 希望大家在礼拜二以前 也可以尽量做这个练习 因为我们星期二 我们下周 会进到一个 另外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进行练习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咯 拜拜 谢谢 谢谢大家和我在一起 爱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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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